阿里中线 其实也没有个山 就是沙子稍微深一点 沙子也就这么深吧 然后搓板 会不能打北啊 阿里中线手摔 给你们看看阿里中线的路 还有 我不想走烂路了 今天长了个记性 把这个 箱子拿绑带绑着的 这个锁没有坏 就是有时候路太颠了 之后会把那个锁扣弹出来 所有的这种快拆箱子都会有这个毛病的 如果路太颠的话 现在让他们来给我扶车 扶车峡上线 阿里手摔 阿里中线手摔 第二次摔车 摔车了怎么办 等着 先把脚架打起来 然后扶到这个位置 哎呀练过的就是不一样啊 哎呀没有你拔了 练过的就是不一样呀 一扶就起 第四次 后面全这种 我的天你这沙子太深了 我扶车扶不动喽 我冲上去吧 我冲上去吧 哎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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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衰 来 干 喝了诺福有力气 啊 沙子太深了 他倒了几次了 八九次 我倒了六次哈 阿里中线也没有什么难走的 就是全都是沙子 而已嘛 呀呀 啊 撑住 给你们看看什么叫纯正的搓一板路 就是融路 干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右边摔一哈,右边摔一哈 要对称吧 三档 三档啊 辐射侠又有班哨了 这是第十次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活来了 第十次 我五次,探五次 又是一个错,这个错的名字叫 扎木兰木错 哎呀,这个路啊,累死了 今天第六次摔车了 哎,我真的不想摔 你看这个沙子好深好深的 没办法 哎呀,他们两个人在我后面 继续等待扶车吧 我自己扶起来太重了 哎,真的风景很好 但是这个路 沙子真的太深了 太容易摔车了 晚上给你夹鸡腿 鸡腿 可以 看来没有,这么深的沙子 摩履了两三年,倒车的次数 都没有今天一天倒的多 阿里中间真的太难走了 不太建议一个人走 强烈的不建议 你们如果要走的话 一个人走 一定要结伴走 这条路的沙石很多 完了之后很容易陷车 很容易倒车 我今天倒了六次车 老大哥今天倒车的次数比我还要多 说明我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好